刑警全副武装 包夹 透天措 各个出入口 破门攻击 眼看有人想落跑 刑警一把把人推回屋内 通通压制上铐 有男有女 这个贩毒集团 在古山区这间透天措 用枪刺中 整栋楼改造成毒窟 就连毒贩养的狗 也疑似因为吸毒 突然发狂 冷静 冷静 看似温泉的狗狗 突然抓狂狠咬执情人员 被上烤的毒贩 还连声提醒不准动手 警方也在屋内 找出三级毒品 凯他命 新兴毒品 咖啡包 还有市值约80万的短枪 长枪跟子弹 五个人通通法办 标榜着24小时不断货 透过网路来贩售毒品 贩贤为了预防贩毒的纠纷 防止黑吃黑的情势 购买了枪支还有子弹来防身 贩毒集团为了躲避追查 把毒品藏在透天措 跟废弃轿轿车 还在住处装了监视器 防止远警突袭 最后还是被远警擒货 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跟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依法送办 三级新闻学人 红汇山高中报导